当时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就是给涛哥唱了 对 他先是MV 那个时候打开电视就是江涛 打开电视就是江涛 不是 那是充满火的吧 我记得 涛哥 其实先是MV先火的 在春晚之前 MV的播出 还有各电台的打网 那个厉害了 这个电台的打网 当时我们北京很多的黄面堤 其实当时出租车的传播是非常厉害的 最早是我是 当时我刚刚到武警 原武警龙团 我中午头我睡午觉 我开着窗 我们楼下是擦车的 面积都停在那边 我就听 我隐约听见电台 就是他那个收音机在播 而且那个擦车的师傅跟着唱 我是打开窗户一看那个师傅在唱 我一看电台在播 我知道这首歌有意思 而且那个时候东西南北 你没有跟他说 这是我唱的 师傅是我唱 你没看着 好歌不是那种人 我是在窗帘底下窃喜 窃喜 这种意思 这个当时 变老师你写完这首歌的时候 你就没想着就是找我吗 王岸岛一直到我认为他这辈子 总是在幕后干活也行了 套得很好 没想到他还有今天 我今天我真的没想到吗 你这简直是 不是 我感觉你这个是太烦眼了 他怎么能有今天感觉 而且你看 人家变流念自己也能唱 我一直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你自己为什么没有想过唱这个歌呢 我都替你后怕 后来江湖上有个说法 二年要开唱 江涛都得去卖麻辣烫 二年啊 王维念变流念 对啊 其实这首歌呢 中间有一句在奸奏以后的 有一个高腔 这个高腔呢 就是像我们的大家年轻的朋友 可能知道华音老腔 到了超高音 就是变老师唱的 特别个 我唱不上去 就那个半唱是吧 就琴腔何北方这个 那这样子就这种声音 他说当时这个曲子 或者说这首歌 是变老师打电话给你 告诉你我这首歌吗 没错 这个是真的我没想到 在变流念老师的心里 还能觉得我能唱 我能唱他一个这么一个 分了很重的歌曲 对啊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说这有一首歌 你看 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能够代表中华民族 这个不屈不挠的 这么一种愚公的精神 你要是没有一个 这样子一种表达 从他的这个人的气质 或者他在社会的 人家公认他的这个人的一种 公众的对他的一个认可度 评价 多高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直到今天 实际证明 我们江涛老师的这种人格 品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所以也好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愚公遗伤 把他这个人 把他人定味 定性了 你以后永远都说 代表你的这个声音 正能量的 没事 这样 继续 如果他要是将来不能唱 你可以授权给我 很多人都说 我跟江涛水平差不过 其实王老师的这首这个声音 驾驭愚公遗伤 这么快 对 为什么呢 它就是要带有戏 你看看 愚公遗伤 我刚才这个里面 它来的一些元素 你们听过 我们听过一个三北民歌 你会说这个 这个 这个是板弧的 我跟你讲 这是我下意识 我拉板弧 拉二弧 拉金弧 拉弦的 华音的 这个印象太出来了 你看 全都是板弧跟二弧的公子 是 这个些许还跟一个人的 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 学习的这个东西有关系 你看王老师是预计吧 所以才有关系 我虽然不是科班师 我山西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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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小时候唱过京剧 真的呀 所以说我就 不容易唱的 一定要有戏羞力 唱这首歌 再带一点戏曲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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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